从古至今 中国的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 人均水资源量约为2100立方米 仅有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水是关乎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自古就是治水钓水大国 寒沟引江入淮 都江燕引民入川 一个个水利工程拉开了中国人引水钓水的序幕 跨越千年 当古运河与南水北钓工程在新时代邂逅 将会上演怎样的时代奇迹 跨越山河的超级水利工程 又将在中华大地上构建出一张怎样的超级水网 金航大运河 历史上曾是中国沟通南北的大动脉 在曹运南北文化交流 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代以来因铁路运输和海运的发展 曹运逐渐停止 加之一些河段淤色 运河北段经历了一百六十余年的断水断行 今天水润泽了丹河的河道 沉寂了百年的金航大运河 再次全线贯通 东平港位于金航大运河通航段的最北端 向北毗邻黄河 向南突经淮河 辐射山西 河北及山东济南 泰安 辽城 德州等地 是通江达海的黄金港口 临近秋季 农民备肥需求增大 安徽一家农资供销公司的销售经理谢鹏 紧急调配了四千五百吨尿素 运抵东平港 明天这些尿素必须从东平港出发 沿京航大运河南下 送至江苏上海等地 一旦延误将会耽误农民秋种用飞 台湾节 台湾节 可以起雕 厂商人员注意观察 注意安全 走到 开始抓野 曾因运河缺水断航 自小生活在运河边的李渊博 离开了故乡 如今 因通水续航 他也回到了 阔别已久的东平港 我是在运河边长大的 我们这个城市 从古代起就是码头城市 现在有水了 航运也轰火起来了 我就想回来 在家门口工作不是更惬意吗 行事过程中可以慢一下 经过一天的紧张调度工作 李渊博将谢鹏紧急调配的 4500吨化肥 顺利送出了东平港 盘运一次性投放量大 运输成本低 今年我们陆续通过运河 发运化肥20多万吨 和气运相比 运输成本能降低30%到40% 全年能节省800万的运费 水路运输成本 是公路的五分之一 是铁路的二分之一 各类大宗货物 经铁路公路运达后 沿大运河可直达长江 大幅降低附地企业的物流成本 促进南北货物畅通 东平湖至济宁段富航河道 全长98.4公里 年通过能力达2100万吨 相当于打通那条水上金户铁路 金航大运河的大部分河段 承担了南水百调东性工程的输水任务 在水资源配置的格局中 起作十分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 南水百调东性工程 对于改善金航大运河 河道水系的水资源条件 恢复古运河的生机活力 提供的有力的支撑 这对于形成全国的统一大市场 畅通经济内循环 促进南北方的系调发展 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源源不断的水源输送 让金航大运河再次恢复往日盛况 同时作为国家水网大动脉的 南水北调工程 对带动腹地和沿线社会经济增长 和促进南北经济的循环 也在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 干线总长度达2899公里 自2014年全面建成通水以来 南水已成为金金等40多座大中城市 280多个县市区 超过1.5亿人的主力水源 南水北调工程成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 距离最长 受益人口最多 受益范围最广的调水工程 通过东中西三条调水线路 将长江黄河淮河和海河四大江河相互联通 构成以四横三纵为主体的国家水网主骨架 大动脑会实现中国水资源 南北调配东西户际的合理配置格局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今这张巨大的国家水网主骨架 还在不断地完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与南水北调工程两大国之重器 进一步打通了长江向北方输水通道 宁江浦汉工程的开工 标志着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建设 拉开帷幕 是国家水网建设迈出的重要一步 工程输水碎洞穿越地层多 地质条件复杂 是中国载建单动长度最长 动静最大 综合难度最高的长距离饮掉水碎洞 碎洞的内水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知道三下水库最高水位是175米 我们出口闸这个位置的底板的高层是74.5米 整个这个水头差是有100米 设计这块为了减小这个内水压力 对我们这个动物的秤气 还有这个结构支付这块的影响 我们在十八镇做了一个 十八镇